接著我們要跟各位講的是大氣壓力的單位 大氣壓力的單位有好多種 一個叫做ATM就是大氣壓力 EATM就是一個大氣壓力 等於我們剛剛講過 利用那翼柱的高度來表示對不對 我用的是水銀嘛 所以拱 所以公分拱柱高 CMHG 76公分 就是你要記的事情 就是一大氣壓會使的水銀柱上升76公分 76公分拱柱高 就是1033.6每平方公分克重 剛才跟你講的1平方公分大約1公斤重 1033.6克重大約就是1公斤 就是講這個 OK 那這個我們來就下面來的 就是P來於ST 76公分的水銀高度 乘以水密度13.6 就是1033.6 這兩個數字都要背 我說要背是指理化課要背 1033.6跟76公分拱柱高 下面的百帕 那個是氣象 地科要用的單位 理化可以不用管 地科要管 地科要背 1013百帕 1013百帕 這個地科 不會用 理化基本上不用這個單位 理化用的就是ATM 公分拱柱高跟每平方公分克重 這是理化老師要用的單位 百帕是三年級地科要用的單位 OK 就這樣子 這是它的單位 請你記住 ATM 公分拱柱高 平方公分克重 記得一大氣壓可以上 水銀可以上升76公分 然後呢有1033.6每平方公分克重 OK 那這是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 我壓力一壓 就讓這個水銀柱上升了 然後基本上它是要垂直的 所以不管你的管子多粗 還是多細 直的擺 還是斜的擺 它全部的都多少 都是76 一大氣壓都是76 都一樣高 除非你斜到 或者你的管子太短 根本就不到76 頂到那邊就頂回來 或者是太斜 上到那邊就頂回來 否則就是76 所以大家都一樣 這個會考 好 這個有人會問 要知道 不管管子的粗 或者是細 不管管子的擺 直的還是擺 斜的 它都可以 如果我現在 一大氣壓 我都可以使得我的水銀上升 垂直高度76公分 垂直高度76公分 所以斜的管子會感覺上升長一點 可是還是垂直高度76公分 這是一樣的 這是一個重點 OK 那假如你做實驗的時候 不小心 裡面 泡進去一點空氣 這時候水銀高度會怎麼變化 會變得更多一點 還是更少一點 還是一樣 假如你是一大氣壓 那它會比76多 還是比76少 還是仍然保持76 如果你不小心的時候 跑進去一點點 那會發生啥事呢 停車戰界問 停車戰界問 看看還找誰 哇這個是可愛的大帥哥 3129 有29嗎 29號大帥哥 以答案 如果有空氣跑進去 它會比76多 還比76少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就三個吧 多少一樣 你才會比76多 很好 謝謝 你猜錯了 我這說少咧 剛才講啊 P2等於P0加P1啊 那原來是沒有P0啊 所以P1就等於P2啊 所以外面76 裡面也76啊 可是你現在有P0啊 那你的P就比P2來的小啊 上升不到76公分啊 所以就會小於76 這也是有人問過的問題啊 有人就問你在 把這玩意兒搬到月球做實驗 你覺得時間會怎樣 月球做實驗 你現在會怎樣 來來來 我們先暗示各位 月球沒有大氣 月球沒有大氣 那你覺得時間會錯是甚麼結果 OK 好來 就是 很認真注意時間的問題 OK 了解嗎 了解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